嗨,我的视频开始了 嗨 嗨,大家好,好久不见 这两天刚刚回到日本 稍微之前有点不太舒服 所以就一直都没有拍视频 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视频有点久了 然后我就在想这一期新的背景 新的家,还有新的我 要拍些什么呢? 我就想了很久 好像我做视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拍过爱用品 因为对于我来讲 就是可能日常在用的东西 其实已经就是爱用品 不会特地去说 但因为最近不是正好回上海嘛 几乎所有的东西我都是新买的 那我就可以去对比比较一下 哪些东西是我在上海的那段时间 我是经常在用的 这一期呢我就想要做一个爱用品 兼get ready with me 就是把一些我近期一直在用的爱用品 直接做一个这样的主题分享给大家 那喜欢的话呢记得看下去哦 早上好我才刚起来 今天我想做一个get ready with me 是从一早上起来就做 所以大家跟着我一起护肤化妆吧 今天是周末嘛 所以可以稍微的悠闲一点 给大家慢慢录这个视频 平常出门的话可没有这么多时间啊 先要刷牙 这个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吧 我们家也常用的是这个 我喜欢的是这个橙色标的 它是比较温和的薄荷 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刺激的 然后接下来它是洁面了 最近还蛮爱用这一款的 是我从上海带回来的 叫古语的一款 氨基酸洁面原液 我在旗舰店上看到说它只有五种成分 是那种敏感肌啊 小baby都可以用的那种材质 它的这个刷头是那种实用级的材质 所以用在脸上也很安心 按压一下呢 它就会出现泡沫 一般大概就用个三到四磅吧 这款我要特别讲一下 它真的洗完不会让我脸崩 因为我是一个干皮嘛 然后很多时候就是我洗完脸 可能稍微的做点别的事情 就会脸就会崩崩的它不会 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刷子 可是我不会说全脸都用 因为我是个干皮 我只会在鼻翼七字这一块去用 如果是油皮的话 可能比较适合在脸颊什么的用一下 会比较的有清洁效果 好了接下来要进入护肤 我的水乳是戴克的白痰 好讨厌啊 乳液最近要用完了 所以只能这样子倒 乳液在用完之前啊 它其实吸管已经吸不出来了 但是倒还是能倒出很多很多 它这个吸管设计的真的是 让我觉得迷醉啊 今天眼睛水肿了好厉害 昨天晚上看那个都挺好 最后一集哭的哟 我喜欢最后这样子按压一下 让所有的营养都进去 因为我是一个角质层 特别特别容易紊乱的人 所以就是不能说特别刺激的去就是 这样子狂揉令我的皮肤 按压的方式会比较的安全一点 不然的话之后上底妆可能会很惨 然后接下来就是白痰的水 水还剩下蛮多的 因为不知道我是怎么用的 可能我水用的太少了吧 水也是按压进去 精华就是这个红腰子 一般的话我是有1.5磅左右 如果要用2泵的话好像有点太多 用1泵好像又有点太傻了 脖子这里也会用一些 眼霜是我最近新买的欧书丹蜡 眼霜我会打出来的 一开始真的是被颜值所折服 所以就买了 但说实话这种罐装呢 其实有一个很讨厌的点就是 他会附赠一个小勺子 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小勺子 他就是 你是该放哪里呢 所以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就是他的圆壳 我就把上面去掉 然后就给他安安心心的 放在原来的位置 就这样放着 然后再放在浴室里面 有点不知道该拿这个小勺子怎么办 没有他好像也不太行 一次量大概是这样子 今天可能有一点点多 但是也差不多了 果然有一点点多 但是他是属于那种还蛮厚的那种眼霜类的 但意外的就是他吸收还蛮快的 一开始你就会觉得在眼睛上面好厚 但是呢在大概过了五分钟吧 他就几乎感受不到了 最后再上一下我最近在测的这个睫毛 蕴毛液 这个是我只用一只眼睛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看出那个对比 OK那跟着我去化妆吧 这个先首先要用隔离嘛 阳光特别厉害有没有 所以隔离最近常用的是那个加纳版的阿里 他加我之前买的是那个樱花限量版的 然后他是有稍微有一点点起量的那个效果 看了突然之后就感觉白嫩了一点 但是他那个白嫩感不会说一直有喔 所以说后续还是要涂粉底之类的 啊然后我这边有点过敏了 所以用一个美宝莲的遮瑕 这个还蛮水嫩的我觉得 这天太可怕了 刚涂完就开始冒汗 好然后我要涂粉底 大家都知道说我最近刚刚从中国回来 然后这一期的很多的产品都是 是跟国货有关 因为我都是懒得就是从日本带到中国来 我都直接在淘宝上面直接买 然后很多都是朋友推荐给我的 我现在要用的粉底的这个牌子叫卡婷 当是真的我收到他们家产品 打开会计包的时候 我真是被他们家包装所惊艳到 怎么可以这么漂亮啊 真的好美啊 这个是他的正装 正装很美也就算了 他的替换妆都好漂亮 就是那种国风感我特别特别喜欢 我发现了不论是日式的还是这种国风的 我都超级喜欢这种就是很古典的那种包装 我看了就很喜欢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 他的气垫上面都有画耶 好美哦 说实话一开始用的时候就觉得 国货嘛粉底这种东西 就不要太期待 结果好惊艳 他非常的服贴 我拉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那种可以达到遮瑕度也很好 就不 我之前是有点泛红 然后现在脸颊上那个泛红的感觉就消失了 然后他的这种水润感也很棒 第一次用到说国货粉底 让我那么那么惊艳的一款 就是卡廷他们家的 这款真的除了香味包装之外 你要说它是YSL的我都相信好吗 好 OK 然后接下来要画眉毛的部分 Benefit的眉笔 这个是我朋友吉利推荐给我 然后我也觉得很好用 我之前看到好多UP主都有推荐这款 但是在日本很难买到 所以我在回国的时候 直接在斯福兰录了这一款 它是那种水滴型的那种头 所以它粗的地方是可以画这边眉头 然后细的地方可以稍微勾勒一下眉尾 其实一开始在没有收这支眉笔之前 我有点不太懂为什么大家都推它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哦原来它的那个就是上色非常快 然后也很好用 我觉得它画眉毛还是蛮快的 然后接下来要画眼影 眼影我最近也非常爱用卡廷的这一款 九色眼影 我把这个膜拿掉 这盘我回国三个礼拜 我在国内的使用度非常非常的高 我几乎一直在用这一盘 然后我要用的化妆刷呢 就是这么一个黑猫的包里面 的这一套 叫Mace Cole化妆刷 黑猫限量版吧好像是 然后当时是被这个包所吸引的 但后来发现用了之后觉得 它的毛非常的柔软 非常好用 所以我整个在上海的那段期间 我都是用这套化妆刷 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已经用了有点脏脏的了 那首先还是用最淡的这个颜色做一个打底 然后再用这个赤土色 画在眼窝的双眼皮折皱内 真的感慨一下说它这个纤维毛真的好柔软 就是我看它的介绍里面好像是说 它用的这个纤维毛是什么德国的一个叫巴斯夫的一个纤维毛 然后它好像还蛮蓬的 就是不是那种塌下来的那种感觉 接下来是用这种比较小一点的刷子 我们沾取一下 最下面的叫西游茶色的这个颜色 画在眼眶的上面一个部分 接下来用这个更小一点的刷子 沾上这个浅豆沙 然后画在眼尾的位置 然后用这个青油筋画在眼头的位置 最后是用这个星辰闪片色 稍微的点缀在眼球最凸的地方 好眼影的部分画完了 再次感慨一下这个包装 也太美了吧 一会儿我还得感慨 因为还有口红 眼线是用最近新买的tattoo的这款 褐色的眼线 它的那个褐色不是那种特别的红棕的那种褐色 也是有点偏黑 然后但是呢它又没有那么那么的漆黑色 所以就是想要画柔一点的眼线的时候就会用它 彩虹我用RMK的这款05号珊瑚色 这款我真的是爱了它快一年了吧 真的是超温柔超好看 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到口红的部分 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开心嘛 因为我口红还是选择了这个卡金 这个是他们家的一个套盒 就是套盒打开之后 我真的是很想说出李佳琪的那句 OMG真的是太漂亮了 给大家近看一下 包括刚才的气垫和圆影 它其实就是和义和元合作的 其实在之前啊 故宫风啊 古风的这种彩妆 其实我看了蛮多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的包装 真的是让我觉得做的非常非常用心的一款了 我之前还看过有的品牌 它的那个包装是切纸切上去的 但是它不是 它是就是直接圆圆本本这样子一个壳子 而且我发现它有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让我很惊喜的地方 就是它是磁石的 看到没有 就很高级啊 真的很对得起这个价格 这个口红的包装就完全让我喜欢上他们家 外加那个器垫 所以后来我就又下单了一个眼影 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在这个视频里面 有他们家三个产品的原因 然后这个套装有三个颜色嘛 我是在手臂上给大家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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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子 好 对了 我这次回国还买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喷雾 因为我皮肤很干然后又怕回国可能水土不敷会有点干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叫 i love 的一个喷雾 是在小红书上买的 然后它是一个保湿的喷雾 我特别的喜欢 因为它的喷雾的那个雾水 出来的特别特别的细 我给大家感受一下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到 因为它真的是太细了 你们能感觉得到吗 我很怕你们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它就是喷上去 它不会花妆 因为它的水是非常非常细的那种 细到就是比毛孔都细 所以它直接可以进到你的皮肤里面 从而达到这个保湿的一个效果 上完妆之后啊 就是直接这样喷 它完全不会化妆 就超棒的 所以在国内的期间 我就经常拿着它在喷 我觉得它补水效果很好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 然后那今天的妆化完了 然后衣服也换好了 那我就出门咯 我们晚上见 嗨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现在已经蛮晚了 然后说实话蛮困的 然后我现在要卸妆了 今天用的卸妆产品是 紫村秀的琥珀卸妆油 其实这个我是真的很喜欢 你们看啊 它都快用完了嘛 然后我这次回上海 在日本的免税店 又买了一瓶 之前觉得FANCO真的很好用 然后用完了琥珀之后 发现琥珀比FANCO还要好用 所以就有点用不回去了 所以 但好在说它还蛮耐用的 所以我就又买了一瓶小的 这个卸妆它是需要乳化的 这样用在脸上之后 它不是油嘛 然后它需要乳化 所以需要沾一点点的水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沾一点点的水 然后再在脸上进行油搓 就是说这一步非常重要 因为就是很多人好像忘了这一步 卸妆完之后 脸上很容易长 闭口啊还有痘痘 就有些卸妆油是需要乳化的 有些是不需要的 像这款就是需要的 好我把它洗掉 然后卸干净了就来洗脸吧 好那我先去洗澡了 OK我已经洗好澡 然后把前期护肤都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我要做一个玩间的特别的护肤 就是我要贴下眼膜 这个眼膜呢也是近期爱用品之一 就是这个叫V-Code 它其实不便宜 它一盒这样500多块 然后只有6盒也 也就是90多块钱这样一对 它是美国的一个比较贵妇的一个品牌 它一盒里面是6对 目前只剩下最后一对了 其他都全部都用完了 它里面的包装是这样子的 就是一次就是这样一包 然后它是一个过夜型的那种眼膜 之所以买它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是5月份结婚嘛 我其实眼部的问题还蛮严重的 虽然我没有眼带 但是我黑眼圈和眼部的干燥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所以我决定就买一个贵一点的眼膜 然后让自己在结婚的那天可以看起来妆面不要那么惨 在结婚的那天之前其实已经用了4对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效果还蛮好的 眼妆上上去已经挺服切的了 我给大家拆开看一下 因为今天正好用最后一对 它打开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是完全没有水分的那种 我觉得它的质地也蛮神奇的 有那么一点点像冰宝贴 你们这样把它撕开就发现它是真的是没有水的 用的话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把它切在眼部这样子 它的官方的说法是说 它在这个贴上去的8小时之内 它也是给眼部肌肤注入养分 这样的话才能够提高眼部肌肤的活性化 然后又加了很多的营养成分在里面 所以可以帮忙眼部肌肤提亮啊 然后减少细纹紧致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自己本身用下来就说 因为我黑眼圈真的很严重 可能就是天生的黑眼圈嘛 好像是有一个更加贵的版本 好像那个版本的话黑眼圈是OK的 它们家是三合一个疗程 但持续使用我相信效果应该蛮好的 毕竟那么贵嘛 但是眼部的干燥跟细纹真的是有改善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好用的 以后啊如果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活动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要提前做保养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会回购这一个 然后现在我已经贴上去了嘛 现在的时间是12点半左右 然后我早上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吧 虽然可能看不太清 其实它撕下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它整张眼眸已经很薄很薄了 大概是昨天没有用过的三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一那么薄 它的精华应该是有吸收到皮肤里面去吧 看一下 我这个祖传的黑眼圈大家就先别管了 但是眼部皮肤的这个细纹真的改善了很多 看笑起来就很少 我原来这里两道还蛮厉害的 所以说这个眼膜坚持用一盒下来还是有觉得微微的改善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 大家对于我一天的跟踪是不是喜欢呢 哎呀阳光好大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边了拜拜